大越国 太子府 妹妹 你怎么这么傻 能嫁给太子是你一辈子的福气 你怎么能一杯毒酒就自尽了呢 好好的大喜日子 新娘居然引咎自尽 这可是皇上亲赐的婚事 自尽 鬼啊 闭嘴 叶芷云 大越国 文伯侯府的狄大小姐 这桩轻事乃是皇帝亲赐 因为文伯侯并不重视远主 所以皇帝认为 背后没有一点势力的叶芷云 成为太子妃是最好的人选 然而就在迎亲之时 叶芷云以关心的名义 给叶芷云端来了一碗汤 也正是那碗汤 让远主在跟太子拜堂之时 暴毙当场 他这是 穿越了 你 你没死 快 快叫太医 妹妹没死 他还活着 妹妹放心 姐姐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太子 你今日自尽之事 不会向太子求情的 叶芷云话刚落 就被叶芷云毫不留情地 扇了一巴掌 你 你居然敢打我 我乃文伯侯府迪初之女 你一个庶厨 本小姐怎么不敢打 静儿 静儿 你没事吧 是我不好 我冲撞了妹妹 妹妹打我是应该的 你这个毒妇 在大婚之日 引致自尽 也是罪大恶极 静儿那么担心你 你不仅不知恩投报 一元报德 来人 本太子将这个毒妇 要入大牢 宇儿 叶小姐 今日是你与我儿的 大婚之日 你竟闹了这么一出 便是免了你的死罪 也是要受牢狱之灾 但念在你将成为 本宫的儿媳 本宫可以网开一面 既然你现在没什么大碍 就赶紧拜堂 免得误了及时 太子 非臣女忠义之人 臣女要退婚 妹妹 你就是再不喜欢太子 也不能这么胡闹呀 叶芷云 别以为本宫对你宽忍 你就可以在这里 胡言乱语 就算有退婚 也是本太子不要你 何时轮到你来 指手滑脚 在这婚堂之上 臣女才是 太子殿下的未婚妻 可太子殿下 对叶芷静 比对臣女还要关心 既然太子殿下 忠情姐姐 那便求去姐姐就好了 臣女并非孕妇之人 怎会不成全你们 你 母后 父皇 叶芷云在大婚之日 隐振自尽 才乃抗之不尊 藐视皇威 以下犯杀 受罪并起 儿臣提议 将叶芷云 归押大牢 天后发落 叶芷云 你可知罪 臣女有何罪 还敢嘴硬 来人 将她押下去 妹妹 你快认罪吧 我会在皇上 与太子面前 为你求情的 皇上夸红大量 定会饶恕你的 求情 叶芷云 你在干什么 来人 还不快将她拿下 叶芷云一个眩身 转眼 行住士兵的脖子 狠狠一捏 那士兵顿时口吐鲜血 闷声倒地 杀人了 叶芷云 本不命令你 即刻把刀放下 皇后 奉劝一决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太子人偷落地 对我来说 不过是瞬间的事情 叶芷云 你胆大妄为 意图谋反 还以为能活着 离开太子府 我不在乎 妹妹 我是你姐姐 别杀我 杀你 那就太便宜你了 说着 她手起刀路 在叶芷云脸上 狠狠划了一刀 我的脸 我的脸 不要 我向来有仇逼报 叶芷云 你以前对我做过的那些事 从即刻起 我会加倍奉还给你 不 不要 我会做的事 发生的事 装飞